新闻介绍关心的是318学院中介摩到9年 尽情参与加约市场的临时研的竞争团队 特别委员翻阅纳座高墙 318反服务运动的摄影展 这里可以在加约市北行街的工作室 和三更加比天来电视当中 电视期间的拜五晚上 也会基本上的相关的作与华东 你感觉的记者会先在今年三月十八核的太阳花学院 翻阅了座高墙318反服务运动摄影展 电视的相片处在来自立欢迎运动的现场 也有加以电影自发行运动的卫兵 外国当时的相片 在相片里面每一位空情者 有的人是表现自应对着国家改革的记忆 有的人这是表现他们对着国家博情的愤怒 透过节目节目的卫兵 每一位参观者 中心来找回到自己含蓁的人家 主要是因为一年前的今天 我当时是在办备合的摄影展 那时候发生了318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我们是等于是除了我 就是连同我整个台湾都卷进这样子的一个风波里面 那过了一年之后 就是有那样的摄影集出来了 可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或者是选择性的遗忘了这件事情 那整个政治环境还是一样 在我看来还是党团政治 那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说借由摄影展的方式 重新再整理 让大家唤起这样的记忆 然后去思考说 接下来我们的路要怎么走 这条列明天等下期间 对这一日期一直到二月十三号 在每星期五晚上 就要在翻转家议工作队的基地 也就是百行家八十六号 还有BLESS LOFT23.5 和国王蝴�蜜秘基地 三间加比点来的基盘地下的华东 包括到记录片的奉影 青年参政心的分享 和各自在地青年参有318学运的观察和感受 希望透过这种华东 继续在加比点来的基盘地下的华东 包括到记录片的奉影 青年参政心的分享 和各自在地青年参有318学运的观察和感受 希望透过这种华东 继续在各自来散布政治改革的议事 世新新闻中华民王蝶蜜 各位期待 彩虹不得